在沙巴这里行医,沙巴还是一个中医的沙漠 我们说是属于中医的沙漠 真正从事针灸的可能也不多 而且有一些老的中医可能也是有些已经移民了 移民天国,这个也知道 有很多年轻的可能念的中医,他们是在西马发展的 他们没有回来东马 所以东马有很多小城镇的地方还是缺乏很多中医的 所以这一点没有办法 如果是清黄不洁的情况,其实没有人可以左右的 没有人能够说可以做些什么东西 因为不同的市场会决定怎么样的治疗方式 然后怎么样的价位比较属于那个地方的人 然后跟那个地方的人他对医学的知识到哪个程度 那么他可能所依靠的医疗呢,政府的医疗呢 是更加经济实惠的,更加适合他的 所以我们只是做我们应该做的东西 就是如果我心里面有一种想法 我觉得挺有趣的 可能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就会尽量的 就不时常告诉大家 那么我是觉得讲来讲去的话呢 其实60%的最大的努力呢 还是在于就是饮食那方面 然后还有就是运动 还有休息就是睡眠这些 我觉得没有很绝对的情况是 我们一想到生病 我们就想到药物 想到生病 我们就想到说 要吃中药啊 要吃什么 保健品啊 等等等等 我觉得 这种东西呢 就是失科而知啦 我觉得我们还是看回我们这个 了解我们整个人 其实你看那个希腊哲学 苏格拉底啊 还是波拉图啊 这些呢 这些什么 他们都会说 你了解不了解你自己 那么一个人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但是他不了解自己呢 他不了解自己的心理想什么 他不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 他也不了解他的这个肉身 他这个这个 他 他所要的东西是什么 那么呢 他这一生呢 他可能很多东西 他没有办法掌握的 那么 没有办法了解自己的人呢 那么呢 他在掌握人生呢 可能也是有局限的 再不然就是让别人掌握他的人生 让别人告诉他 他应该怎么活 让别人告诉他 他应该用什么产品 所以呢 我们还是觉得说 哇 你们自己必须要更加了解自己 我们医生呢 也只是从旁边的卸助你 可能从我们的比较宏观的观点呢 他告诉你说 从几个角度告诉你说 可能你大概是这个类型的 我们也不能够说中医的诊断呢 就是可以把一个人看得很全面的 那么 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呢 你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怎么样的一个疗法呢 你觉得呢 就是 你能够相信的 你有那个信心在那边 如果你不相信那个医生的话 你去看他的话 也是没有用的 当然我们也不会去跟病人说 我明明知道呢 你都不相信我的话 我 我直接就告诉你说 啊 我不要隐你的病 你走吧 这种话呢 我们心里面知道的 我们看病人看那么久呢 看了十多年呢 我们怎么不可能知道 那个病人进来的时候 他对我们中医抱着哪一种心态 到底是 到底是启示我们呢 还是我们是知道的 但是呢 我觉得 作为一个医生呢 我还是用一种 很 很友善的态度 是对待这些病人的 因为 怎么说 我们还是要他们的钱 没有啦 可以开玩笑吧 没有 我们肯定 他是欢迎啦 对不对 如果有病人上来的话 那么我们能够 能够帮助他 OK 那么 这也是我们考量的 其中一个观点 但是我们也不要赚到 人家太厉害了 我们也不要说 人家上来看病的话 我们一次过 砍人家 三千块 四千块 五千块 就是一次一次过 就能够医好人家 这样子告诉人家 这样子不好啦 对吗 所以 我是觉得说 病人呢 可能对医生也是礼貌一点 然后我们对病人呢 我们也是 不会去骂病人 虽然我们知道 有些医生呢 很喜欢骂病人 然后 就是把病人骂得狗绝临头 他就觉得那个病人 就会挺他家 不过我觉得没必要啦 因为骂人的话呢 伤口气 然后呢 搞不好有一天 我们自己就得心脏病啊 然后 对我们自己本身也不好 那么今天呢 我的分享就到这边了 好了 我们改次见啦 拜拜